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全球第五間的星巴克徵選東京烘焙工坊 可以說是中暮黑的地標之一 櫻花季的時候在這裡喝杯咖啡 觀賞美美的櫻花吧 中暮黑是東京的一個時尚區域 在美麗的林蔭大道上有著美食跟小店 而星巴克就會在車站往下走 約10分鐘的地方 這個動遊世界知名的 WM5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 所設計的日本最大的星巴克 總共四成樓,將近3200平方米 大道你也難相信這是一家咖啡店 建築外觀為三角形 加上就是屋簷跟現代化融合 可以擋大雨跟艷陽 再加上有植物的盆栽點綴 跟中暮黑街景做出絕佳的融合 室內室外都有位置可以做 我們從一樓進到店內就先被17公尺高的 銅製的咖啡桶震撼到 這個桶子內部有製作咖啡的機器 大家可以從每層樓不同的角度觀賞這個咖啡桶 仔細看可以發現櫻花的吊飾 挑高的天花板則是用摺紙的概念設計 至於Bar的桌子 則是使用日本寺廟的建築工藝 不使用任何一個釘子 在一樓我們可以點一杯高級的星巴克徵選咖啡 然後點一個高級的義大利Princhi麵包 雖然可能有點超出預算 但都進到這家店了,就虛滑一下吧 我們上樓之前還可以在這裡買一些精緻的紀念品 經過超漂亮用杯子以及摺紙概念的Tivana牆 來到二樓 這裡是星巴克的茶Bar 不太能喝咖啡的人可以來這邊喝杯茶 三樓的Ariviamo就像是一個高級的酒吧一樣 和一酒吧內的人有點奪不好拍 包不點了一杯咖啡雞味酒 作為免吹的涼風享受美味的飲料 飛酒吧的區域除了室外以外 室內也有很多座位 以確保來訪星巴克的人有位置可以坐 最高樓層的四樓也有很多座位 也是風景最好的區域 再點一杯咖啡 坐在這裡悠閒的度過午後時光吧 中暮黑周遭美食真的很多 比方說百明店披薩店聖靈館 百明店燒肉店Beef Tay 能夠享受到道地酒粥料理哈希大鴨 春天時代可以沿著木黑川一路 往著木黑車站的方向走 如果不是櫻花季的話 到旁邊的代官山沟也很不賴 位於福岡旅遊超大景點 太宰府填滿宮的星巴克 除了具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更是世界知名建築師威武所設計的 讓這家星巴克成為太宰府最知名的經典之一 太宰府市距離福岡市區只需要約30分鐘的車程 這家店就位於太宰府車站 走路約5分鐘的商店街內 位置好到真的很難找不到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這家店的基底色調為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威武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長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然上午拜訪太宰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中有代表太宰府天滿宮的霉宿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天滿宮的表餐倒是前往天滿宮的商店街 也是知名觀光景點 一路上有很多小點心跟餐廳可以享用美食 喝完咖啡、嘴長的話可以在這邊覓食 天滿宮的起源於西元919年 重建後的本店以及其他建築物 也都有幾百年的歷史 非常多重要的話才可以欣賞 這裡光了新年的參拜 就有約200萬人拜訪,很有人氣 周邊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有非常多的國寶 以海洋之路、亞洲之路為主題 帶你一路探索人類的眼鏡 鑑於百年車站門司港內的星巴克 讓旅客在繁忙的九州旅途中 快速地邊享受一下大正時代的歷史建築 邊和咖啡提神一下 門司港站屬於北九州市 為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與本州的山口線下的關係只有一條之隔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元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央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式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留咖啡來傳達歷史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時期都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後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得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admark一樣 非常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福岡產的苦林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跟黃白色調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穿滿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裡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200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是景點可以參觀 比方說舊門司三景俱樂部是愛因斯坦曾經下他的飯店 門司港Retro展望室 可以從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九州鐵道紀念館展示了許多鐵道文化遺產 乘船或走路接著到達的下關也有超多可以玩的景點 鮑勃有空再介紹一日遊給大家 位於福岡市中心清水公園大豪公園的星巴克 是一個讓大家在福岡協平旅遊的途中 可以暫時放慢腳步好好休息之處 大豪公園位於福岡市的中央區 離逛街聖地天神這區只有一兩站的距離 大家車不到10分鐘 走路大概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星巴克就會在大豪市的邊邊 鮑勃我覺得這間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理位置 像是都市中的綠洲一樣 開在池畔 給你一種親友感 地外本身採用低調的咖啡色 跟後方的綠葉融合像是一棵大樹 除了跟公園景觀很大以外 家家店跟很多星巴克一樣 使用愛護地球的材料 內裝跟外面一樣使用大量的木頭製作 前方有大片的落地窗 可以直接看到池塘 後方也有小片窗戶可以看到綠樹 店內窗明激進 使用大量的自然光點亮整間星巴克 讓人感覺舒適且節能環保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選擇坐在室外的座位 邊喝咖啡邊吹風 看著福岡的在地人跟旅客 享受悠閒的時光 總面積約39.8公頃的大豪公園 比大安森林公園大了三分之一 其中約22公頃的池塘為最大的特色 也是日本較少建的水井公園 是11世紀福岡城築成的時候 將當時博多萬河口裡部分 掩埋起來而成的 有時間的話大家可以走到 渠中藥的小島三個鋪 提到大豪公園就不得不提一下 旁邊的武嚇公園 也是福岡城階所在地 雖然天守閣已不復存在 但園區還是保留當初的城牆以及建築 大家可以走到天守臺 觀賞公園跟市區美景 這裡也是櫻花聖地 推薦春天的時候拜訪 皇居外院和天倉噴水公園店 是日本的第一家Greener Store 就是對環境友善的店鋪 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家店有什麼特色吧 聽到店名就知道位於皇居的附近 地理位置很好 適合東英車站周邊一日遊 或是利用東英車站前往其他地方之前的悠閒休息之處 不需要在車站內的咖啡店跟大家人幾人 這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環保 比較起其他日本的星巴克 減少百分之四十的垃圾 你看他們點的飲料都不是用免洗杯 另外也減少百分之三十的碳排放量 以及節省百分之二十的用水 除了愛護環境以外 這家店的設計當然也沒有馬虎 坐落於和田倉噴水公園 旁邊就是五星級飯店東京皇宮酒店 外觀跟這一區的高質感格調相匹配 走進店裡面的挑高天花板 讓人感覺非常的舒服 使用了回收的帆布 以及漁網製作的藝術讓人驚艷 地板也是用咖啡渣製作 許多桌椅也是利用回收的家具所做成 舒服又美觀的空間 是不需要消耗大量資源的 另外點餐的地方取消了 星巴克以往的食物陳列櫃 再次減少了對資源的浪費 不會有多餘的餐點進到垃圾桶裡 就讓我們點一些食物 喝個杯飲料 看個室外的風景以及藍天 享受悠閒的時光吧 皇居周邊的護城河 江護城的石牆 搭配玩之內的新大樓 有種新舊交替的美感 外淵的另外一區是約有1000棵松樹的黑松林 週末的時候人也不會很多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經過的路線 離皇軍不遠的東京車站 可以說是東京的門戶 車站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景點 1914年起用以來 一直是日本全國鐵路網的中央樞紐 可以到Kite大樓或新晚之內大樓 觀看東京車站的美景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